今天是四月的二十一号 是复会期第二周的星期二 天主的圣言是我们抗疫中的希望 也都是我们每日复活力量的全员 也要我们为主感恩开心 一起聆听上主今天给我们的喜讯 给我们的福音 来自药母福音的第三章 那时候耶稣对你我得我说 当我对你说 你们必须由上而生 你不必惊讶 风随意吹向那里 你听见他的声音 却不知道他从那里来往那里去 凡有圣神生的就是这样 你我得我再问 这怎能可能呢 耶稣回答他说 你是以色列人的老师 竟然不明白这事吗 我实实再告诉你 我们知道的 我们才说 我们看见的 我们才作证 但你们不接受我们的见证 我跟你们说地上的事 你们尚者不信 当我对你们谈论天上的事 你们又怎会相信呢 然而除了那从天国下的人子 没有人上过天 陪失在抗疫中把蛇举起来 人子也必让同样被举起来 好使信他的人都得到永恒的生命 虽然现在我们过了四巡旗和圣州 不过还有一些人可能未必能够理解到十字架正面的信息 其实十字架是我们基督信仰的核心 因为藉着十字架 耶稣征服了罪恶的势力和世界 而藉着十字架的力量 我们能够分享基督復活带来的胜利 由于我们人堕落 我们一直活在黑暗势力的障碍当中 不过因着十字架的海船胜利 这股势力能够被瓦解 我们能够开展天主赐给所有人 復活的新生命 我们在天之父 希望他的子民能够获得生命 而且更丰富的生命 让我们有时都记得福音的宣讲 他说天主竟只用爱世界 甚至刺下自己的独生子 使凡信他的人不自赢亡 反而获得永生 人天主没有派影指导世界上来审判 而是为了世界借着他而获救 十字架的胜利 已经引力我们进入生命 若能够对十字架 是都怀有希望 实际上生活上我们很多十字架 包括在近期因为这个疫症 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处境 给不到十字架 不过有些人很勇于面对十字架 比如有个实习医生叫黄美婷 他主动进入这个dirty team里面工作 可以说医院的精元宿舍 成为了他的家 成为了Ada的家 他家里面布置不太多 不过最显眼的工作桌上 有一个上架 上架里面是他朋友在他入读医科的时间 给他打起一句说话 never give up 永不言败 永不言败 这个很有意思 永不言败 成为了他的座右名 当年他考这个文贫寺的时间 他用这四个字 自己自制一个打气的一个字牌 挂在这个日历面 是自己要追尋这个医科这个木 今天这个工作桌上面的上架 已经陪伴了他差不多七年了 他经常都跟自己说 他说if you think you can, you can 所以无论读医做医生 真的都要靠自己那种信念 你觉得自己能够做得到的话 觉得自己捱得过呢 你就会捱过去 虽然当然是这么说 其实Ada这位医生也都承认 在开始实习的阶段 也都曾经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懂 很不知怎么做 觉得读书和落手落脚是两回事 但经过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 他觉得慢慢上手 开始有信心去独立处理一些个案 他认为自己加入了这个dirty team里面 好像进入一个木人行 他需要很独立的 当然都需要其他人的帮忙 但怎样能够借着他上司的指点呢 其实很多东西都是慢慢去领会的 所以这个帮我们能够领悟到天助自助者 其实每一个人都要出力的 不过天主都会帮你的 不单止这样 天主圣神更加帮助你 所以我们需要在生活当中 学习和天主圣神合作 我们今天继续为DSE的学生 他们很需要我们的代土 和这个dirty team里面 所有服务的医护人员 能够得到上主给他们特别的恩宠 我们一起祈祷 全能永生的天主 他们帮助你努力地去宣扬福祉基督的得能 我们既因祂的保证领受了恩宠 他们都使这个恩宠在我们身上 寄出封舍的果实 因你的圣子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祂和你及圣神是唯一的天主 永生永皇 阿们 让我们圣主圣神的带领 能够生活当中很喜悦地 去面对生活种种的十字架 也能够加强 使得和天主圣神合作 天主保佑 这次最后 我们选择 鉄